民進黨的青鳥宣講 很多人發現說現場來的 怎麼不是青鳥 都是看起來比較成熟的 老鳥的感覺 包括是在台中 台南 桃園等等 畫面拍過去裡面 奇怪 大家的頭髮都稍微偏白 或者是灰白 都長輩出來 不是說長輩不好 可是你號稱為青鳥 不就是大家會覺得比較年輕嗎 怎麼現在年輕的面孔 變少這麼多 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變老是一回事 變黃又另外一回事 包括3Q哥他講說 國昌叫他辦這個 因為他有馬賽克 然後我又不能講 說他不是做全套 對 不能講 他做一半 他就罵他很難聽 然後說這個黃國昌不只是 不但不會就是沒有男性 暗示他沒有男性雄風 然後只有28秒 真的沒有動頭 沒有耐力 現在罵人是可以 但畢竟你是執政黨的宣講活動 你到處開黃槍 這個實在是大家覺得匪夷所思 然後還有包括為什麼我們立法院 需要調查權今天就有活生生的例子 我們推數位的身分證 後來嘎然而止 總共被質疑說浪費了高達14億元 所以現在國民黨立委要查 但是內政部給的資料 就是你畫面上看這個 除了目錄還有部分的文字以外 幾乎都變成是一條一條黑的 馬賽克 通通都看不到了 現在已經是組成內政的調查小組了 結果還查不出來 那你說需不需要這個調查權 這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嗎 民進黨立委解釋的也很虛保 他就講說沒有發現 重大的一個瑕疵 那你講到年輕人 講完沒想到現在 在年輕人的世界裡面爆紅 他一個畢業典禮裡面 一堆人要他自拍 還要擁抱 他裝可愛 各種來者不拒 所以他參加這個主持 一場一場的畢業典禮之後 他的IG人數已經破了十萬人 漲粉漲得非常多 還辦了一個活動 叫講萬安 講晚安 你只要去留言 他抽跟你打電話 結果他畢業典禮的時候 女生說我就是那個 有跟你通道化的女生 以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在當這個畢業典禮的時候 他最討厭當人心立牌 他覺得很不開心 想要取消 笑到最後面 自己都笑不出來 請教室幹 先從講萬安 先從愉快的開始講起 你可以看到講萬安 就跟年輕人打成一片 而且就做什麼動作 他都全力配合 所以這跟柯文哲人設 真的很不一樣 而且你看 不但學生開心 我看媽媽也很開心 媽媽比同學更開心 對啊 所以我覺得講萬安 這樣子對 你看從這個十七八歲的 高中生 就開始一段培養 其實對他來說 未來的選調的累積 年輕人對國務黨的 政治人物喜歡的不多 講萬安這個標誌 我看已經跨越藍綠了 是因為他帥嗎還是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這個帥 是一個很大原因 第二 我覺得他親和力也夠 不會擺個架子 有的只是帥 但擺個架子 但是他也沒架子 然後做什麼動作都配合 而且語言跟年輕也很接近 動作很接近 而且做起來不會 看了不會變扭 不會裝年輕 裝可愛 再來你看這吳智天書 就證明這調月委員會是應該要的 你連立法委員 要跟你調月資料 你都可以一行一行這樣槓 我這個也蠻花時間的 去弄這個 新東黑色也蠻花時間的 那你綠委憑什麼說 沒有發現重大瑕疵 現在不是有握的嗎 全部反黑就好了 一次性 你還挑一下哪些 不能不要把一次性 他幾乎全部都黑的 整頁整頁 那綠委說看到這樣 就發現沒有重大瑕疵 他是有天眼嗎 當然看不出來 因為都黑的 他是有透視嗎 因為全部都黑的看不出來 所以就擺明就護航 那你說這個例子就告訴大家 你看這14億 就叫打水漂打進去 連這個民意黨當時內部 都覺得非常不妥的事情 然後行政待會這樣硬幹 難道現在不應該查一查嗎 為什麼青鳥現在都老鳥了 就回到基本盤 你到地方去動員的時候 你靠民意代表動員 地方系統動員來 這就是熟面孔 就是比較資深的公民 所以都靠基本來 基本盤 而且到很多地方 都變成民進黨的初選了 看誰鬧的人多 現在柯文哲裡面 其實他們對他們內部的 這些幹部們要有互評的機制 就是互相打分數 他們以前就打過了 而且因為這樣子發生內鬥 你怎麼看 一樣這次就是 埋下內鬥的陰影 我不知道這個黨部的主管 什麼好去互評的 所有的主管都你認命的 而且幹部沒幾個吧 你再怎麼匿名 也知道是誰打的 是啊 而且你打這幹嘛 不是就是故意製造內部的分裂 故意製造矛盾 而且知道說假設我跟 你根本跟現在說長期不爽 我就跟你打零分 你也跟我打互打零分 就這樣你搞我 所以本來就不是互打 這跟你在學校不一樣 學校可以老師評學生 學生評老師 但是你在這個機關裡面 一個政治機關裡面 人都是你用的 用不好你要負責 不過現在有個電力 金長到底用的好不好 大家看著我們的賴清德 能不能負責 金長說電價不是越便宜越好 不用每個人房間都裝冷氣 那我們就很想問說經濟部長 那你家 你辦公室 有沒有每一間都裝冷氣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因為我們經過統計 每一個家戶冷氣 大概是2.84台 但最關鍵的問題是都很老 因為我們超過10年的冷氣 佔了35.6% 上個禮拜六小琉球 小琉球有一個很轟動的事情 大停電停了這個晚上一個多小時 又熱又沒有冷氣 又沒辦法吃東西 當時有一個數據出來了 在6月8號的時候 小琉球的用電量 已經到了11600KW 這一次禮拜六是12475W 創下了最新的紀錄 可是很奇怪的是 因為台電告訴我們說 是因為人數暴增 可是你知道嗎 上個禮拜六是10418人 但是上一次端午的時候 是14000多人 等於說這個禮拜六 比上一次更少 而不是更多 怎麼用電變多 是因為更熱的問題嗎 還有一個很大問題 因為你進出這些島 都會有登記 你都知道人多會電不足了 難道你台電都不會做管理嗎 請教董哥 其實這個非常不應該 為什麼 因為小琉球是屏東 這裡有河山場 你都有河山場 守在地怎麼可以讓它停電 我們平常是藍電 北宋 他就在最南方 但是不講這個 連周春米都很生氣 周春米說怎麼可以 讓我們這裡停電 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實歸根究底 大家都知道台灣電力不夠 所以我覺得 郭知輝實在很不適合這個位置 因為他本來主張河二 河山可以延 那只要立法院同意 他就可以配合 結果在黨內要罵 現在河山一號 明天開始功率要遞檢 是 因為他7月就要停 那這樣不會確定嗎 他們不怕 他說他的利能夠 利能怎麼會夠 利能當然不夠 利能現在連10%都不到 怎麼會夠 馬上有10代 都已經到4%點幾了 你蔡英文努力做了這麼久 你連六都做不到 對不對 所以那些都是在唬爛 大家都很清楚 大家現在只是看 什麼時候會撐不住爆開 那爆開 所以郭知輝的責任就是 到時候要爆開的話 你就剛好下台 就變忌平 對 你就變忌平 那他在黨內講 他在黨內被打臉 打到後來出來改口 說沒有 他還是反核 這個真的好笑 那他本來講出企業界的話 可是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台灣最主要就是電力不足 連黃仁星都有這樣的擔憂 黃仁星講的話故意被 被把它淡掉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可怕的 就是我們台灣的電 不足的問題 沒有人要正視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